開始了 4點35分 吃吧 現在時間早上6點27分 應該是剛好日出的時間 不過今天的天氣看起來 應該是沒什麼機會看到日出了 現在在太平山 剛上來的第一個休息區 叫什麼中間休息店的 本來想說停下來看個日出的 不過應該是沒什麼機會了 日出的時間 然後在太平山上 現在是在太平山上 要說是不算 日出的時間 就是不算 他就不算 有什麼事 就是不算 我真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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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曉得 後來我們在遇到這隻 黃猴雕附近不遠處的停車場停下來 本來想往回走一段路去找找他 沒想到他也蹦蹦跳跳地 跑上來停車場了 整個停車場只有我們 這樣的偶遇讓我好興奮啊 興奮之餘還是要來基本介紹一下 黃猴雕 是台灣原生的哺乳類動物 廣泛分布於東亞到東南亞地區 而在台灣的黃猴雕屬於台灣特有亞種 目前也是政府公告的珍貴稀有的寶玉類動物 出獄黃猴雕 體型其實比我想像的更大一些 全長寒尾部差不多有80公分左右 模樣非常的俏皮可愛 黃猴雕的台語叫做 中文常常把動物命名為什麼什麼虎 比如說銀虎 比如說這是提到的槍仔虎 意思是他是會攻擊三槍的兇猛動物 沒錯 萌萌的黃猴雕同時也是兇猛的獵人 他們會圍攻體型更大的三槍作為食物喔 而我們今天遇到的這隻黃猴雕 在他的左前腳上有兩個蠻明顯的傷口 導致他走起路來一搏一搏的 但看起來不太影響他的靈敏身手 應該是不太需要為他特別擔心 比起傷口更需要令人擔心的 反而是黃猴雕與人變成朋友的那件事 吸引黃猴雕前往停車場的東西 是遊客留下的寶貝龍香 也許裡面殘留著些許食物的香味 讓好奇的黃猴雕把玩翻掌 同時也去翻弄遊客留下來的垃圾袋 這樣的畫面看起來令人鼻酸啊 黃猴雕的模樣可愛 大家在拍照之餘 請不要餵食野生動物 我已經連續好幾隻影片和文章 都在講這件事情了 人類的食物並不適合他們 這些人類留下來的廚餘 除了會影響到他們的健康 也會默默的改變他們的習性 同時人類平放出沒的地點 也容易將病毒、寄生蟲等病原體帶入環境中 因此最近在野生動物平放出沒的地方 也默默的將垃圾桶收起來 呼籲大家體現無痕山林的原則 將所有帶上來的垃圾、廚餘包含果皮等等 全部帶下山處理 還給山林乾淨的樣貌 下次珊珊的時候 如果幸運遇到這隻猛獸 請跟我一樣保持安全距離 遠遠的欣賞即可 不要太過接近 更不要餵食 讓這些猛獸可以繼續遊遊在這片山林 並 쏟 drama azul 揚這隻猛獸 連遺狀 mom 變遺狀 雖你知道嗎 手牽毛 全力量 一張抹 猛獸 魔獸 完逃 再繼續往後面走 不久之後突然發現 路邊有一些奇怪的動靜 便停下來拍攝 找找看他在哪裡 如果你還沒有看清楚 那我們放大再來看一次吧 這紅色的眼罩長長的尾巴 有沒有讓人很熟悉啊 沒錯 我遇到的就是野生的一千塊錢 活生生的地質就這樣出現在我的眼前 不過當時在開車的時候突然看到他 一下車一留言他就不見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角度 勉強拍了個頭影片 但還是有點不過癮啊 地質常常是一隻熊鳥一隻雌鳥 或是多隻雌鳥一起出現 而這一次呢 其實我們遇到的是一熊一雌 不過熊鳥大家看到了 雌鳥的難度可就更高了 一起來找找看吧 小朋友們我需要你的幫忙 小朋友們我需要你的幫忙 喔原來你在這裡啊 你還這樣會躲呢 好 好啦我們要出發啦 現在已經十點半了 我原本好像預計八點就要到這裡了 奇怪怎麼差這麼多 這條步道看起來不會太難走 路都是平平的 今天要去找三毛舉 冰河絕宜植物 聽說這一片 算是台灣比較大範圍的 就在這條路的盡頭 這些像極了抹茶千層拍的岩石 原本是海底層距形成的夜岩 受高溫高壓作用變質形成了板岩 最後經板塊擠壓突出隆起 這種石頭也是構成中央山脈的主要岩石種類 那你下面看到那些綠色一塊一塊的 放大一點給大家看好了 這些 一塊一塊的 這些還是第一啦 簡單的說就是 真菌跟藻類共生的複合生物 那這些第一啊 會把這些石頭分解掉 變成一些沙粒 最後掉下來變成泥土 其他的植物 就是下面這一堆樹木 就可以長出來了 好 那是不是就唸得很順啊 因為這裡有牌子可以看 就這樣看著 你會忘記了 在個月的使用 dermal 講個字 你會忘記了 你會忘記了 都來 我會忘記了 是 我們今天...今天啊? 今天目前出來已經看到了 開車的時候看到了 開車的時候遇到了 他有公母隔一隻 上來的時候遇到了 剛剛遇到了 這個還沒遇到 末世樹蛙的話 晚上吧 不斷我們回台北看就好 綠桌木我也還沒看到 應該... 不早一個遇得到 但是都沒有白到啊 我一片要撿什麼啦 又難倒喔 沒東西可以撿 剩這一瓶都放這個年就好了 哇 走到不到的一半了 整片的雲海啊 老鐵們 看看雲海啊 老鐵們 哇好漂亮啊 老鐵們 敲敲這片雲海來著 不行不行 我的頻道不是可以出現 抖音相關的東西 我可是... 油脂頻道啊 前面要進入... 陡降坡啦 然後就會看到... 三毛菊的天然嶺 然後... 他這邊標示著... 氣喘咻咻咻走 嗯? 嗯? 好怕... 應該會馬上進去... 淺啊 快點 åk 恩... 摁... 先... 南坡啦 天啊 我覺得... 還會很大 在旁邊快點 台帳 眼鮮 三毛菊都是沒有葉子的狀態 那下面呢 一整片都是 不過它是長在人線上的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在山的邊邊 還蠻危險的 沒辦法再往前拍給大家看 我們快到山頂了 第三號結冰耶 這些都是冰塊 這些 這個這個 這個 真的是冰耶 廢話 都採像水晶的感覺 就是冰啊 對啊 哇塞 這邊還有一整片的冰耶 旁邊的 有點像建築的東西 然後一些台線 可以在這個環境生存 不簡單啦 身為一個 野外的 愛好者 我們也要當一個文實工作者 這個 上面附有纖維 然後小小顆的 這個大概就是某一些吃草的動物吧 那在這邊可以拉這麼大的 山腔嗎 步道終點 上來後這一大片都是台灣山毛矩 其實台灣山毛矩是冰河結衣之物 意思就是他們的祖先在上次冰河期的時候 因為全球氣溫降低 他們得以從溫帶擴散到熱帶地區生存 隨著冰河期結束後氣候又暖和了起來 因此只剩下高山上的氣溫可以讓他們生存 省展範圍就侷限在高山上了 除了山毛矩 台灣山 山蕉魚 櫻花鉤吻龜 也都是冰河結衣的物種或是牙種喔 圍城 從下面走上來 心跳直奔 170啊 不夠喘的 好啦最累的走完了 回家了回家了 還有3公里 回來了 我們走完這整段台灣山毛矩步道 這一段是太平山整個步道裡面最難的一段 因為它的長度比較長一點點 那今天來回走完差不多花了快5個小時 當然中間都慢慢走啦去找動物 不過可能天氣冷 真的沒什麼動物 今天可能就到這邊結束了 下次有機會再來這邊爬一爬 OK 掰掰 什麼都沒有找到 來這種地方怎麼可能不遇到他呢 來這種地方怎麼可能不遇到他呢 金衣白眉 台灣照眉 基本上 這種風景區裡面 一定會遇到的 而且完全不怕人喔 我們現在離他 大概1公尺 因為在這種地方很多人 覺得他們可愛會提供食物給他們 所以久而久而久之 看到人 就覺得 東西可以吃了 就不怕人了 現在旁邊有一群 小小群大概 三五隻吧 這隻力我多近啊 這麼近 這麼近 還是蠻可愛的啦 愛他就不要餵他喔 你看你看 勒卡 勒卡 勃卡勒斯 勒斯變大包了 山上的勒斯就是比較划算 買到這麼大一包的 裡面就變多片了 謝謝 太平山豐富的生態 真是讓我大開眼界啊 即使在冬天上山 仍然有滿滿的驚喜 狂猴雕 地質 我都是第一次看到 活潑亂跳的本尊 但是攝影技術嘛 看來還是需要多練練啦 不然要補多到這些 稍縱及時的機會 還真的不太容易啊 那影片的最後 就用過馬路的足跡 家族來做個結尾吧 希望下次上山 一樣能有好收穫囉 那麼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囉 啊 什麼都沒有 啊 我來南富賢了 我來地質勒 我來玩牛雕勒 條文松鼠勒 我來八家是來騎榜的喔 啊 什麼都沒有 你開車開很久了齁 我三家三三點 我先站在這裡 叫我來掛苔藓植物 我沒辦法啦 這部的不辦法 我還是要叫我怎麼介紹 這樣要怎麼拍味 啊 什麼都沒有 走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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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啊